本土,民主,反共 保羅政治,民生起義 My Radio,2016 大哥,今天多好 20號了 大哥,你交了節目月費了嗎 交了,你未交嗎 大哥,今個月交了月費 五月初記住替我報名 5月23號至28號去My Radio看現場版 你替我交多次月費 那就可以一起去 現在已經是月尾了 你交了月費了嗎 還未交起就請到 My Radio,節目月費收費表 選擇你想支持的節目 如先感謝大家持續支持 My Radio,節目月費計劃 歡迎光臨 回到第二集,泰博這麼喜歡黎明 你說黎明,快點 說黎明 我剛才打算去完廣大,但就下去找他 但我要先走上來做重要事 當然要大家多多支持我們的開幕 現在的形勢如何? 人們是留守在自己身上,沒有去到中環嗎 沒有,沒有去到中環 即是聽到黎明的呼籲 是的,聽到黎明的呼籲 算不領中環 不要,中環有危險,不要去 對,因為用了大陸制 現在才說 中國制的場地 但教授我想問,這些康民署批場會臨時嗎 這個食環署 對,食環署批場會臨時 娛樂場所,這麼奇怪 你明白嗎?拿個什麼娛樂場所,牌照 根據他所說,因為那個防火 調例 調例不符合那個防火 不是,他的帳幕 現在那個帳幕 質料 質料 有危險 老實說,我們未了解這件事 很難做一個判斷的 對,但你起碼一樣東西 他那個金句再次出來 你說明是 這次不是英國做,這次中國做 你這句本身已經扣成一個生逼 明天報紙就這樣丟 還有,不要怪責政府 這個生逼王,不夠勤命,有一個生逼王 睡眠窒息症,包括減弱性機能 我問他同不同意 同意 我以為他是誤報,原來真的是這樣 當然是真的這樣 他有時同意不同意,他亂了路 我弄個十八羅漢的照片給你看 你先說一下背景 突然間轉了,你說到黃定光 說起生辟,我就說這樣 黃定光作為這個控方證人 他是去報警署叫人拘捕我的 你知不知道 不知道,現在那個事情就是 所以他出來作證 其實是他報警的 不是,兩個報警 一個就是特首的保鏢 鄭家俊 就是保護他的 那個報警的情況,你有看新聞就知道 就是這個689撿了一塊玻璃 就袋了在他的袋上 你明白嗎? 袋了在這個細作,袋了在身上 他說去到禮賓府下車的時候 就交給鄭家俊 然後那塊玻璃就一眼淡淡淡淡淡 又彎彎的,給我們看過的那塊玻璃 交給鄭家俊,然後叫他報警 這是一個 另外,現在就 其實我早就知道是黃定光的報警 就是黃定光的報警 說明是我扔梁振英 這個是構成普通襲擊 這樣說的 然後梁振英的公辭 就沒有說我扔他的 你明白嗎? 我問他什麼時候才知道 我涉嫌在這件事裡面 他說 看新聞,你被人告我才知道 我被人告的時候是事隔一年 就是說 在我被人告之前 包括發生事之後 他就說,他沒有人跟你說過 是嗎? 這麼奇怪 這些謊言都能說出來 即是他已經是一種病態習慣性 說謊言 真是 但他說他當時是睡著來看到的 不是 這個是… 說說六八九 黃定光他直接去報警官說是我 然後六八九叫保鏢去報警官 就沒有說是我 OK,就這樣了 這個就看到是一個鋪牌 很好笑 那黃定光呢? 我盤問他 當然是接著他的口供 還有他在法庭的證詞 即是他主控引導他 說完就到我問他 那我其中一個項目就是 你… 在立法會常常睡覺的 是不是? 那我給他一些照片看 是不是? 然後我說你是不是有睡眠窒證? 他說是 那… 還要… 就是帶個儀器睡覺的 那我有沒有帶回立法會 我說不好 沒有 立法會不是睡覺的地方 那我說不是啊 你經常睡覺 是否因為那些人說話很沉悶 或者真是拉布令到你很不耐煩 那所以你就睡覺呢 他說這個人之上情 就是這樣 很多生病嘛 然後最好的生病就是我 我現在讀一段東西給你聽 看你同不同意 我說睡眠窒證的症狀就是 喉嚨會很乾 累 是不是? 沒有什麼精神 然後說一大堆 到最後呢 性能力也會減弱的 那你同不同意嗎? 同意 那你這樣做呢 就撒唔 不是 我說當庭有沒有笑到 他說有啊 然後我發覺就說 宿主 你們要笑呢 就去外面笑 跳到法庭裏面 不准笑 我們現在不是說案情 這些全部都報了出來的 報紙有啊 報紙有的 即時新聞 你看即時新聞 最好笑是 我昨天一回到去 昨天兩點鐘就散了 你明白嗎? 因為我三點鐘要開帳位 七個月要四個人法庭人數 不是開不了的 我說要離開 我說要求法官 不如下午休庭行不行嗎? 他說不行 要你做多兩點 因為應該是兩點半到四點半 中間一點至兩點半就是吃飯 他說不要吃飯了 要你一點鐘不要放吃飯 就做到兩點 有多少做多少 兩點後就 其實就是 做少一個小時 但是我們沒有吃飯 就多了一個半小時 就回去三點鐘開會 那些人就說 你環境性能力減少 幾百 建制派 那些是建制派 那些弟弟 開會時就拿著手機 看即時新聞 哎呀 我笑到我 然後我今天問他們 你昨天回去 有沒有人跟你討論案情 他說沒有 我說你有沒有跟你的同僚討論案情 沒有 我說很奇怪 你回去後 那些人不跟你說 當然會跟你說 但討論案情就不行了 你知道嗎? 是 共方正人 共方正人 因為我們有證據 他真的 所以 所以 他今天就很冷靜 在法庭就反撲 是嗎? 他今天很慶 在法庭就反撲 就說 你這個問題很無知 你這個問題很荒謬 已經在這樣了 我已經 搞到我 你慣懶惰 你 先休息一會 他說 不是這裡休息 我們現在半個小時 就是15分鐘 很好笑 他不斷還拖 你越還拖 你就說死 越還拖 你就說得亂 但我今天聽說 他在中段的時候 然後庭外有一些黑衣大漢 有些人 然後手掌有點緊張 那些人是很緊張 他說 有幾個人 穿著好像制服 但表情很沒有力 好像武館一樣 我想在樓下沒有看到 然後Cat姐說 他縮在公園那邊 我說這真是不斷 沒有警察 因為沒有了 這個六八九 你明白嗎? 那些土共這兩天 沒有預算 可能又沒有來 對吧? 說回今天還有一個三批 很好笑 那我播片給他看 不是 因為前面你講的那些 你講得亂了 我播片給你看清楚一點 播到他站在那裡 他說他坐在那裡 看著我做這些事情 很清楚看到 如果鏡頭看到他站在那裡 我現在站在那裡 然後他坐在那裡 我說你坐在那裡做什麼 他說我要寫一些 準備一間問特首的問題 我再放給他看 我說不是 你拿著我的電話 看著我 就是 我就是寫著 即是我跟我助理聯絡 我正在寫問題 我說你怎樣寫問題 我說我寫Apps 哇 你這麼聰明 你會寫Apps 在立法會 拿著手提電話 會寫Apps 我們看看那些記者 這裡的人聽到都會覺得奇怪 他就說 你還未來鋪鋪馬 你寫Apps 我說你寫什麼Apps 他打算選莫乃光 高能夠組別 他說我寫Apps 就是寫信息 我說你用什麼Apps 來寫Apps 他有沒有回答你 他已經去到這個地步 總之我就是寫信息 接著就下班 我其實想問 你用什麼Apps來寫Apps Telegram WhatsApp VChat Line 還是 用Facebook PM訊息 你寫Apps 我當時寫一寫 這位肥佬都會寫Apps 我問你 當時你開了這個電話 做什麼 你說你寫Apps 我當時鏡一鏡 這個人這麼厲害 ITV主席應該給他做 你站起來了 法會 歡迎這個特首進場 你拿著電話 你說你在寫Apps 其實就是 他正在寫信息 他說 其實也可能是流的 他以為他反應很快 接著寫Apps 我跟著說 你用什麼Apps 來寫Apps 你們不要再在這裡笑 他要笑 你再在外面笑 你真是 你真是 但現在黃定光 他完結了 沒有 他這麼開心 我明天叫他再來 你明天又來 明天又來 我叫他明天再來 這麼喜歡 他喜歡說話 又閒多 明天再來 我真的需要 因為我會播片 播片給他看 這件案子 我自己覺得 就是 好時間 人生命有限 想想一下 其實很好笑 但真的浪費生命 浪費時間 跟這些實徒在 你說是不是 但是不做又不行 你煮到來又吃 嘩 你幾個嬰兒 特首扮 找保鏢去告 去報警局 然後還要找這傢伙 開我的名字 你明白嗎 我問了法庭 他說說說 我昨天開手 我問你是民建聯 是不是 那你有沒有聽過 民建聯最無恥 法官幾乎讓我問 你有什麼相關 我有相關 因為民建聯是我死敵 是他的證供 他是民建聯最無恥 街之行文 他很討厭我 那是民建聯 我問這些 法官就被迫給我問 我還沒聽過 還沒聽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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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現在正在做 你正在做 還沒聽過 還沒聽過民建聯最無恥 然後 好笑 然後我說 他說 那不同政見 有什麼問題 他說 我和你都很好 有聊有聊 我說 很多人和我有聊有聊 背後拆我的刀 哈哈哈哈 我說你將去報警罐 跳什麼 拉丟我 毒杯 毒杯 是不是 我法官幾乎忍不住笑 這個是其中 吉江片語 小小事 我現在說起來 我也忍不住笑 我覺得很愚蠢 我覺得很愚蠢 我花那麼多時間 招呼你幾個致頭 娘親已經困了三天在法庭 最好笑 其中有一天 不知道因為我們要處理什麼 叫他走出去 我法官說 你叫他出去 你叫他出去 等一會 現在我跟你說 法律觀點的事情 證人不應該在那裡聽 那我法官說 證人來出去 在房仔裡 那房仔 不知道有沒有三十尺 證人室 只有一張桌子 坐在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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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是 很少人這麼舒服 你這個混蛋 他有幾次都要在那裡等 你知道嗎 三天 你說你多無謂 但真的很好笑 所以這些 你們一會兒 就要學一下這些 坐在那裡 處變不敬 以及將它化危為機 還要把它變成一個 很享受的過程 你明白嗎 你第二天進去 就真的不像我這樣 扔東西 打敗他們 你明白嗎 你真的被人 叫普通襲擊 真的普通襲擊 或者被人襲擊 這次一定會上演那些 像台灣、烏克蘭、日本 這樣扭打 例如走在那裡 建制派兩巴 他還多 他還多 他還多就打 一定是這樣的 所以新的一屆立法會 我就坐在那裡吃花生 如果你們想 我前面這麼辛苦做了 我又幫你們 即是吸收了這麼多經驗 當時 就靠你上法庭 唉 你就知道這些滋味 將法律變成政治 哈哈 哈哈 你想想是不是很少 你有什麼位置呢 喂 老實說 我預算去坐牢 也無所謂 如果是 坐兩個星期 怎麼會什麼都抵抗 哈哈 什麼都抵抗 真是神經病 還有這個簡直是無告來的 就是在立法會裡面發生 是嗎 立法會是立法會的議事規則 有這麼多保安 眾目疲疲底下 你怎麼襲擊人呢 是嗎 你搞到勞私動眾 家產26個證人 控方26個證人 你有沒有聽過 叫你26個證人 他怕你不死 你明白嗎 喂 現在你審下去 他審了什麼時候 我審了這個問題 這個也不是我的勇仔 因為他第一個部分 就是控方案情 是 控方案情 他一定要把這26個證人 認為他有些要傳召 他要傳召上來 因為他給了口供 他要在法庭裡 然後再作證 好了 他作完證之後 我作為被告 我沒有律師代表 我是辯方 我要盤問他們 第一證人 那個主要證人 叫做梁振英 如果現在說我的罪名 是襲擊梁振英 他要說他很害怕 我便盤了他三天 然後有兩條警察 當然是負責 在網上下載一些影片 下來 拿一些影片來殺我 是證據 我現在質疑他的影片 是經過剪接 又盤了他兩天 然後到柴頭黃定江 原本打算搞他兩天 結果現在要三天 然後到立法會 有兩個保安作證 又對我的 然後梁振英兩個保鏢 又給了口供對我的 他又要上來 還有警察 你後面還有一串長的證人 你說 這個不是我的問題 你可不可以找二十六個證人 我沒有請律師 我自己做律師 我當然要你逐個來 所以你說你怎樣掌握到時間 好,這個是一部分 第二部分就到辯方案情 即是我的Defense 那個都需要很長時間 你明白嗎 因為你一定要綜合他前面 可能我又要在法庭作證 給控方問我一些問題 我說完又要給他問我一些問題 反過來也是一樣 他又會指出你這樣 那大家就在這裏搞 那也是有個法律程序 理論上現在香港的事法 都相對是比較獨立的 都是所謂公正的 但實際上當然不行 你現在告我那個人 是告日林夢宏那個人 不是,他公正的地方 就是容許你花太多時間去事件 是啦 純粹這件事 這個叫Dual Process 如果在中華民共和國 剛才的過程就省下了 沒有了 不會浪費時間 不會浪費時間 是呀 捉了你去坐監 是呀 是呀 所以這個 這陣子有去法庭 聽審的人 只是在看洞篤笑 如果有得直播 收視率 什麼東西電視台都死了 你有沒有考慮過 當情緣結束之後 將整個過程搬上舞台 可以做一個洞篤笑 叫做襲擊梁振英 我一定很精彩 要賺點錢 你做經費 六、七月搞好 六、七月未審 五月不能搞的 是呀 七月二十分 我也想過七月出書 那本書就叫襲擊梁振英 你不賣一萬本我怎麼都可以 是嗎 你這樣做不到 七月 你還未完結案 是嗎 不可以的 是嗎 但是 之後都可以 那些錢一定會賺回來 我計算過一條數 想起都高興 現場襲擊梁振英 可以嗎 賣一百幾十萬 我現在告訴你 那本書 那本書襲擊梁振英 怎麼會好 那本書 標題很慢 順帶一提 你有這個標題 上個星期我才知道 有個劇團有套戲 不知是甚麼警察檔案 就是D7689 是呀 然後又不可以用這個名字 不可以用這個名字 不可以用這個名字 那我當刀少爺 你怎麼不給我這個名字 你譬如場地 你說不可以用這個名字 可以 那我換個名字 到時我掛出這個名字 整個內容都叫襲擊梁振英 不可以用這個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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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嗎 那我做到這部分 明天繼續讀屋少 因為他明天有個阿邦文 要做讀屋少 比較早休息 而且大家多多 我七點鐘起床 對不起 對嗎 命都不長 阿泰在這裏 最後這一節 阿泰和阿根和這個台長做 對嗎 我要回家 早點睡覺 明天要繼續迎戰 又在法院有困一日 覆她的街 幸好她去 雖然明天在法院困一日 接著有三日假期 星期六、星期一 星期六不是星期六 星期六是甚麼假期 對呀,開幕典禮 是嗎 對呀,十二點鐘 我星期六無法休息 星期六 不,你過來我們高高興玩回家 不然是一時鐘 然後你做論壇 十二點玩到… 對呀 那我兩點鐘便可以了 對呀 兩點鐘便可以了嗎 兩點鐘便可以了嗎 兩點鐘便可以開屯門嗎 好的,可以了 可以了 想想想 大家記得來參加阿泰的 即是新界西辦事處的開幕典禮 有很多東西玩的 最緊要就是 最少帶五個水過來 對呀 大家多多支持 那這裡再開一提 就月未要加 對呀 下個月的月費 其實還有三日 大家就要這三日的時間 即是未交月費 就盡量幫幫忙 對嗎 支持阿泰和阿金的節目 支持其他年青人的節目 對嗎 等到他們多些居馬費 然後給點心機做好節目 好的,拜拜 拜拜